大陆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的战斗群 在今天早上6点半已经脱离台湾海峡北返归舰 虽然辽宁号已经北返了 但这次是大白天的穿过台湾海峡相当的高调 让两岸的紧张情势再度升温 不过有学者认为说这次对岸的动作 其实主要是向美方宣示 并非完全针对台湾而来 一艘航空母舰大喇喇跨越海峡两岸北返 印发台美日三方恐慌 还特地选择蔡英文总统出访日 所有人都屏息以待 看着中国大陆 这下是不是完真的 总统在听完这个简报之后 也做了指示 请国安团队以及国防部 确实并且是密切的持续掌握 果然释放当下 总统府立刻出来安抚民心 因为这艘辽宁舰并非等闲之辈 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面部队 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部署三座对空飞弹系统 以及禁防炮汉反潜火箭 还有24管干扰弹发射器 最重要的是 上头有24架歼15战斗机 只需要不到30秒 就可以跨越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航舰的战斗群的打击范围是200里 200里是200海里 那之后呢因为加上所谓的飞弹射程 所以它的打击范围是个很大 那很不幸的是台湾 台湾海峡并没有那么宽 所以其实只要辽宁航战机一起飞 事实上就在我们台湾 就在它的所谓的飞弹的攻击范围之内 辽宁舰完成航讯返回青岛 1月10号晚上11点 从东沙海域向北航行 经过广东汕头外海 晚上7点通过福建梅州岛外海 直到12号早上6点半才脱离台湾海峡 虽北返归舰 但航程却挑动台湾敏感神经 他必须要展现一些肌肉 来展现出他习近平的强硬 那这个强硬一方面来讲 当然他不敢直接对川普强硬 对美国强硬 他就是把这个气发到台湾身上 那怎么反制 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 透过辽宁舰 这个冲出第一岛链 虽说示威意图居多 但中国大陆亮出宝剑 这道建光是不是足以 达到干扰台湾的效果 在这风声鹤唳的浪头上 没人敢轻易忽视 欢迎新闻 罗里想好见周台北报道